作为一家媒体 我认为AMS上海展 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 它是属于能汇聚全球顶尖的一些产品 优质的一些项目 带到国内来 让大家共同的分享 作为全球的展会 那么能把整个行业的一些最新热点 还有一些最新的趋势 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让大家知道后市场到底怎么发展 从2004年12月份做第一场展会 那么当时是有200多家 然后9000多观众 那个时候到现在来讲 可以说成倍的增长 然后我也见证了咱们AMS的发展演变 其实咱们AMS的演变 也正好是见证着 我们整个中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 那么AMS在这几年的发展过程之中 也能抓住整个行业的一些要点 然后把这些联合起来 形成我们整个汽车后市场的一个航空母舰 让这个展会更全面化 多元化 作为一个媒体 我认为AMS这么多展会中 阴阳比较深的还是2018年 2018年展会有很多亮点 无论从展商的数量 包括展商的规模 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记录 尤其是在新能源板块中 有一个明日出行 阴阳非常深刻 它整个切合了我们最新的一种发展趋势和方向 而且把气配供应链和终端连锁 把它单独分割出来 让更多的观众和展商可以在这里面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让价值更好地呈现出来 我们一马传媒祝福AMS上海展 越办越好越来越强 让更多的展商和观众更多的资源和丰富